這條片行老唐人河 還行Central Department Store的原祖店 一定要看 支持我們買谷買樓123 我們之前介紹過River City 現在同親改假成為了一個很有型的藝術商場 大家值得去看一下 今天繼續有行程由River City步行出發 沿著River City 走去Rare House 30 再走去石牌均爐 最後Central Original Store完結 我們現在沿著River City 又繼續向著老唐人區 我們探索一下藝術之類 因為這邊有歷史 其實很多藝術家會來這裡留下他們的筆跡 就像現在大家見到這個 用開作方式的一個Graphic 表面上就很Raw 但實質上就很多Details 遊客自然固然都會在這裡 有些香港名人在這裡 那我就跟他一起走 剛才介紹的這個就是葡萄華畫家Will's的作品 其實他的作品在香港都有 在香港藍風沙廠那裡就有另外一個Artesis 真的挺漂亮的 其實走三幾分鐘就進入到River House 30的地方 River House 30是一個舊貨倉改建 有點像中國北京或者深圳或者上海一些的 將舊的工廠區改建了作藝術中心的效果 這次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那時候知道這一邊有很多懷舊建築文 那現在看到他們將它這麼活化 做得這麼漂亮呢 我都很開心 我經常都說那句 活化是要給市場做 不是中央政府自己去編買 現在這裡真的做得很漂亮的 好 我們一於進River House 30那裡看看 那我們剛才就是River City這邊走過來 我們現在來就是在舊城Talarloi這邊的River House 30 那其實都有一些時間的了 開了 那這個是一個主要做畫廊的地方來的 那今天謝謝我的老朋友Richard 那介我遊歷一下這些有趣味的地方 進來River House 30 第一個展館就已經很吸引了 那這個展館就剛剛我去那次 就出示了一個由瑞士過來的藝術家的作品展 那就是這個Simon Berger Simon Berger 它就是用敲打玻璃的方式 敲碎玻璃 很小心 很小心 很有計劃 將敲成不同的Presentation 真是很精彩 其實我都不懂得怎樣去表達 大家希望可以透過小小小的短片 因素到它的很精爭的藝術作為 給人都一個很感覺很強烈的 那沿著這個展館一路出 那麼我們繼續就會 都還有很多個Gallery 其實原來拍照都很漂亮的 我都拍了很多 不過有些太刺激了 都失禮了 不要鬆給大家看了 嚇到大家就不要了 另外走前一點 有這個叫Woods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賣美國入口 或者在美國找回來 又或者在泰國收落回來的 二手的美國的懷舊產品 裡面都很多很Vintage的東西 無論是古著 傢俬 擺設品 飾物 都有很濃厚的古早味的氣氛 整個貨倉都很大的 在這裡逛一下 聞一下那股二手的味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棒的感覺 這可能你要去閘道閘那邊 但閘道閘不僅人多 而且相對沒有那麼企理 展品的空間亦都比較逼夾 這裡逛的感覺也是不同的 如果你喜歡這些東西 請設備大量的錢 因為很容易中招 我都差點中招 不過每一次我提醒我家 不夠地方放 我就可以給了這件 大家看看 無論是一些古早的poster 一些的accessory 全部都一應俱全 這些設計 放在家裡真是畫龍驗證的 大家看看這個專賣二手產銘的地方 看上面在家裡 要不要走 要那一個廟所 可以想不現 看他 Minha 要去看 你會去看 我就知道 也可以去看 他這一個廟所 就好像 也要去看 對 像竿梨子 又在 Art Gallery 的名字呢? 就是333 Anywhere 好棒!333 Anywhere 那今日有的展出呢? Review Review Duo 的展覽呢? 其實是一位泰國的裝飾藝術家 Duo 的意思呢? 就是雙重的意思 那這次呢? 是利用了子彈 那子彈呢肯定是一個殺人的武器 是一個很有危險性的武器來的 那一標呢 我們都看到它破壞的一面 那在破壞的另外一面 會不會可以將破壞轉成為美麗呢? 將破壞的工具成為了藝術品呢? 那這一個的展覽呢 就用了很多的子彈 一粒二粒的真實的子彈 或者用過的子彈 將它變成了不同的藝術品 有些呢 就是將子彈 成為一個的裝置擺設 好像這一些呢 就是不同子彈 在不同距離 射過去一幢牆裡面的子彈洞 那這些的感覺呢? 其實是一背後 可能是一些的暴力 或者一些的力量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呢 你又會有一種的感覺 特別這一組的裝置藝術呢 你會看到呢 是一批的小童人 互相槍擊 每個身上都有自己的子彈洞 組成了一個呢 互相撕殺的場面 但這一種停止的撕殺場面 背後帶出來的意義 甚至我們又可以有很大的思考空間 那這個呢 確實是一個很… 很寓意深場的一個展覽 那當然很高興 啊 除了我自己可以親身的看到這些的展覽品之外呢 我亦都有機會呢 在現場呢 遇到藝術家本人 聊了一些個人的感覺 好 那Wear House 30呢 其實還有不同的展館的 嘩 這個Wear 30呢 如果真的逐間走呢 一天都不會就行了 咖啡店又漂亮 那現在就好像去到最後一間 但不是喔 其實是轉彎的喔 那 那這裡有一間很漂亮的餐廳 那另外還有一個 在這個外場掛鏡 那這間屋子有氣氛 Let's go in 那在Wear House 30這裡 那一出來呢 我們就還有一個的 嗯 民間一點的藝術 就是長畫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全部都是大師級作品來的 其實這個長畫的行人報道呢 其實都很多人特地開車或者過來打卡的 那天氣好已經上一樓 那走完這個步道呢 你又會去到另外一個的區域 那這個區域呢 那這個區域呢 亦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建設的工廠呢 將改建成為不同的私人Gallery 那今天呢 我就和朋友去到這一間 因為這個是朋友的朋友開的 那就是這個 Bank Ad Map 對了 那麼 穿過這個門神進去呢 就是Coffee Shop的部份來的 啊 我會不會說 我本身有一個人 在這段時間上 在這段時間上 我會不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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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說話 好 那是吧 1.肚子 最近都是一些華人開的工廠、手工品廠 現在陸續將它變成了藝術展覽館 都真是頗有氣氛的 另外同一個的長組裡面 另外今天就是一個印尼嘉品的展覽 也是非常之精彩 有很多印尼文化特色的展品 都是免費參觀 甚至有很多精品可以選擇買的 當然一定要在這裡拍照 咖啡店夠漂亮的東西又好吃 介紹一下 裡面還有一間專食牛肉精品的餐廳 這裡的牛肉都是泰國農場養的牛 它的甜品都是家製的 非常之好吃 完了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走到石牌均路 其實都是多走七八分鐘左右 石牌均路是很長的 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就是比較近 中央有各個眷的石牌均路 再走前十分鐘就是四季 今天就特地介紹了這個 舊時候是一排的唐人的舊樓 有點像早期澳門一些小區 我記得我做年輕人的時候 去澳門的觀野街 剛剛改建的時候 掛了大燈籠的時候 都是把這些舊的大廈改建 這裡也是這樣 剛剛就是兩個小屋 在自己的天井的部分 將它改建 你看到都是一些 很有懷舊色彩的建築物特色 但是下面的每一間 以前的文房 已經變成了一間很有特色的 餐廳 精品小店 有一些黑膠唱片店 有一些小型的 時裝擺設店 當然咖啡店一定是主打 這裡幾間咖啡店都挺特色的 這間泰國設計師的 時裝店都非常之不錯的 也都有一個 Art Jam的地方 這間是一間 女仔 比較特色的一間 Bakery 裡面的Bakery都挺漂亮的 這個就是它的名字 對面又有另外一間 而單車做主題的 叫Bicycle Boy Cup House 也是一間咖啡店 但也有很多單車Biker的東西 買的都相當漂亮 旁邊這一間 整個設計很有特色 它將整個中庭的部分 設計得很漂亮的 最喜歡裡面的slogan All you need is money and good friends 我們又要錢 但也需要朋友 因為錢和朋友 對我們都很重要 當然很多美女、美女會來打卡 其實整個地區 我們叫Talaloy 上網查 Talaloy都有很多介紹 大家不妨去Talaloy這個區 遊歷一下 放慢自己的腳步 或者在你的手機裏 繼續播一些懷舊的Jazz Music 一邊聽著一邊走 很有Feel 完了這個部分 都是繼續在石牌均路 我們就向著這個 中央郵局的地方 步行過去 沿途都有很多舊的建築物 我覺得真的可以謀殺你很多很多的時間拍照 裡面也有很多小店 絕對值得尋休探比 在這裡慢慢吃回去 超過一天 另外我覺得有一兩間小店 我覺得都頗值得介紹 例如這一間 它是一間吃牛肉麵的地方 它是有點像台式牛肉麵的 叫金牛 似乎都是老婆 這張照片就掛在正中間 就是石牌均路一班老唐人 古早店一起拍了一張合照 也有一些日式的冰點 整個區域越來越有 藝術感 新舊融合 氣氛很和諧 對面馬路就是中央郵局 現在中央郵局 已經變成一個藝術展區 你也可以去看關於 Postage的歷史 那裏也有可以上樓上拍照的地方 非常之美的 我現在繼續都在 Chakran那邊 在石牌均路 我現在就是見到 Central大館間 其實就是Central Department Store的原始店 當然是很有代表性 那這個 這個 當年 這麼有代表性 現在是萬谷 數一數二的富豪 他願意把第一間店 變成一間很多元的店 甚至 甚至把LGBT 一個非常標誌性的 Character 就是 Charm of Finland 放在這間店 做一個 Ledger Project的 一個Presentation 那真心我覺得 這個Diversity的包容 是很Impressive的 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富豪 是萬谷頂級的富豪 還是自己的原始店 這件事真的要給個Like 我們一齊進去看看 這間The Original Central Central 另一家的店 其實都相當有歷史 那整個的舊Department Store 就分了幾個部分 分了幾層 一進去 首先就是Coffee Shop的部分 那Coffee Shop 就跟書局是同一層來的 那這裏的書局分了兩層 應該是分了三層 地庫有一層 這裏有一層 那另外樓上還有一層 那這層呢就是以一些Coffee Book 一些Postar為主的 那因為它這次 似乎的主題呢就是 跟同志 多一點的related 那我見它放了很多 Display的雜誌和Postar 都是跟LGBTQ有關的 那有多都精彩啦 那也都有很多是 別的Design Book來的 那另外裏面呢 那也都還有一個Coffee Shop Lounge的部分 你可以在那裏攤頭的 那樓底都相當之高 採光都非常之靚 那是一個都不錯的地方來的 那你見到有John Lennon的書 那也都很多有一些是有吃懷舊色彩的 那這些都是 那另外這個呢就是以Central Original Store做設計的一些的精品來的 那裏有些像台灣信義區 或者早期的成品 那進去呢 你可以選擇搭升降機 但我選擇了走樓梯 因為這條樓梯實在太美了 哇 真是拍一條樓梯都不得了 那上去去到 我不記得是二樓還是三樓呢 就是Tom of Finland的一個展區 那在這裏 除了Tom of Finland的Poster 啊 之外呢 那也都有以它做 IP設計的系列的服裝用品 那如果你對這個題目有敏感 或者有Feel不舒服 那當然可以Skip了這個部分 那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泰國一個好有 好令人佩服的地方 就是那個多元文化的包容 那也都有一些Tom of Finland的售稿 那如果大家不認識這個character 上網search呢 其實應該都會學會很多東西的 那當然啦 來到這麼難得 我都要跟一些展品拍照 那我一定不夠他們man的了 不過拍照也挺好啊 哈哈 那接著繼續走上去 它都有不同的corner 有不同的展品和藏書 那上到頂樓呢 就是一個另外一間的私房菜餐廳 就吃回Sentral家族的原始菜式 很有特色的 那我會繼續介紹更多旅遊的地方 希望你支持曼谷買樓123共運動 我們除了這個旅遊 更加有樓介紹給大家